其实对于Amanda来说 妈妈刚刚走了 上来敬拜 上来说话 一点都不容易 何况是唱歌赞美 我们真的看到 神在她身上的恩典 就如如歌名那样说 Amanda能够凭信看见 我们为她感谢神 求神继续建立她一家 好 我们同心用读经去敬拜 今天读经的经文在 哥林多后书十三章一至十四节 请我们一起读 这是我第三次要到你们那里去 凭两三个人的考作见证 句句都是定准 我从前说过 如今不在你们那里又说 正如我第二次见你们的时候 所说的一样 就是对那犯了罪的 和其余的人说 我若在来必不宽容 你们既然尋求基督在我里面 说话的凭据 我必不宽容 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 不是软弱的 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 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 却因神的大能 仍然活着 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 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 也必与他同活 你们总要自己省察 有信心没有 也要自己试验 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 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 我却盼望你们晓得 我们不是可弃绝的人 所以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把这话舍给你们 好叫我见你们的时候 不用照主所给我的权柄 严厉的代理们 这权柄原是为造就人 并不是为败坏人 还有没了的话 愿弟兄们都喜乐 要作完全人 要受安慰 要同心合意 要彼此和睦 如此人爱和平的神 必尝与你们同在 你们亲嘴问安 彼此无要性结 众圣徒都问你们安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神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尝与你们众人同在 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FEC圣家谷 王全道来到我们当中广道 今天所说的题目是 基督使软弱变光强 我们有请王全道 王全道来到FEC圣家谷 请多谢主席Gordon带领大家读这个经文 提到的签字都是特别 问候Amanda一家 很难得昨天妈妈才去到天家 今天要继续服侍 不容易 不过看到上帝的恩典 如何坚固你 圆神的安慰 想到你一家 各位Arcadia的弟兄姐妹 在这里和大家去问安 很高兴今天可以在主里面 一起和大家分享信息 在领受信息之前 我们一起来祝福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多谢你对我们的保守看顾 不经不国家 我们已经进入2022年一半的时间 都求你帮助我们在你里面做一次思想 今年我们对你所做的立愿 并且盼望我们都可以一同来展望 下半年可以更加尽忠来到服侍你 我们又求你的灵临到我们中间 充满这个地方 帮助我们预备领受你的教导 开启我们眼睛心灵 并请你聆听主的吩咐 揭力 回应主对我们的托福 满足你的心意 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 明智祈求 阿们 今天我所宣讲的题目的主题就是 基督史软弱变刚强 刚才大家都看到 《哥林多号书》的经文 今天是联会安排的 每年一次的港坛论调主日 过去因为疫情的缘故 都没有机会去到其他的堂会 讲到 所以今天都是特别感恩 可以来到你们中间 我知道Arcadia教会今年的主题就是 以身见证以言传扬 我从Pastor Eric那里知道 你们整个Arcadia教会 都开始有启发课程 但愿主自己亲自来祝福你们 叫你们每一个都成为一个活的见证 传扬我们基督的救赎大能 以及传扬这个救恩 2022年已经到了差不多一半的日子 时间真的过得很快 不知道 大英姊妹进入2022年的时候 你现在的属灵的光景是怎样呢? 你的生活有没有因为疫情的缘故 有没有慢慢的不一样呢? 或者疫情消退了之后 你会不会生活到正轨一样呢? 有没有觉得过了两年 已经有一种仿余格式的感觉 或者有一种重出新天的感觉 无论丁姊妹的感觉是怎样也好 我们也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和上帝 我们这位三一真神的关系 那个身份和三一真神的关系是不会改变的 这个世界很多东西都会改变的 但是那个关系和身份是不会改变的 就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最后的一张书卷 这个可以说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最后一个重要的祝福 保罗在这一张里面他特别挑战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叫他们去检视一下他们信仰里面的内涵 省察一下自己的属灵的生命 去反省一下他们有没有经历 耶稣基督的救赎大能给到他那种转化 今天我们去到2022年的中秦的时间 我希望这个经文都对我们是合适的 就是对我们带来一个帮助 因为我们能够在年中的日子里面 做一个信仰的反省 我们可以藉着保罗对我们的提醒 我们去检视自己的属灵生命 以至到我们下半年的人生 可以真的很专注在我们的成长 以及在信仰上有更深的体会 与上帝的关系更加尽心 服事上更加的投入和得力 我们先看第一段的经文 《哥林多教书》第十三章 我将它分锁三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就是基督的权柄在我们身上彰显 是在《哥林多教书》第十三章一至四节 刚才我们一起读出这段经文 我在这里做一次读这四节给大家 大家做一次思想这四节的经文 这是我第三次要到你们那里去 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 句句都要定准 我从前说过 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游说 正如我第二次见你们的时候所说的一样 就是对那犯了罪的和其余的人说 我若再来必不宽容 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 我必不宽容 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 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 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 他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 你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 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 也必与他同活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三章 即是最后一章里面 他跟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来说 他快要回到他们那里去探望他们 保罗特别的告诫 哥林多的信徒 告诉他们 如果你们继续犯罪不顺服的话 保罗一定不会对他们手软 不会宽容他们 保罗一定会施以责罚 针对那些犯了罪的信徒 保罗会按照《圣经》的原则 就是《生命记》里面提到的原则 来处理他们 保罗会按两三个人的见证 来判断一个人有没有犯罪 如果是有犯罪的 保罗就会强调他去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 就不会对犯罪的信徒宽容 保罗为什么要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这么着急呢 因为当时在哥林多教会里面 充饰了很多现代教会都有的问题 例如当时他们面对希罗文化 对他们有很大的冲击 他们里面有婚姻、淫乱的问题 结党的问题 吃吃这个拜祭偶像、祭生的问题 可以说在哥林多教会里面 一个初生的教会 虽然他们都是信耶稣基督 但是真的很污烟瘴气 很多过去的情欲的问题 他们没有办法来处理 普罗甚至说 我知道在你们中间 有人跟自己的计母乱合 就是娶了自己的计母 这个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而在哥林多教会里面的 其他的众弟兄姊妹 又对这些罪包容 所以他们有很多这些问题 也同时有敬拜的问题 苦女在敬拜里面带来混乱 因慈混用等等的问题 这些问题在我们很多现代的教会都有 保留他特别写了哥林多前后书 来教导哥林多教会 他如何养用一些圣经原则 来处理这些问题 信徒当中有接受保罗教导 他们会改 但当中也有反叛 敌党保罗教导的信徒 他们心里是很干硬 其中在哥林多教会里面 有所谓的超级使徒 他们是大道教会 就是他们强调自己的教导 更加的来到高超 比起保罗更加好 于是乎也都给到哥林多教会 很大的分化和纷争 原因是什么呢 如果大家有看圣经 其实保罗在我们现代人的描述里面 他就很严重 他就生得三尖八角 所以其实不是很讨好的 加上保罗我相信他又很有爱心 说话说报道有恩赐 但是也是很激烈的 所以其实在受众当中 可能其实也很吃虧的 因为这个缘故 其实在哥林多教会里面 是有超级使徒 有假教师 他带给教会很多问题 因为他里面很多教导 可能跟保罗教导 是会有冲突的 他同时带领一些人追随他们 带来教会有一帮人敌党保罗 这些假教师 他们带领很多人 来跟随他 挑战保罗的属灵的权兵 质疑保罗究竟 喂 你是不是真的教导 那个权兵是来自耶稣基督呢 于是这个就是刚才经文里面的第三节 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第三节讲到什么 它说你们既然尋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憑据 我必不宽容 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 不是软弱的 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 其实保罗带着他对哥罗普多教会的忧虑 那种的担心 那种的紧张 要去教导他们 让他们明白一件事 就是说 如果我带领你们去接受福音 接受耶稣基督的教导 倘若你们都能够借着我的教导 得到悔改 领受到上帝福音的大能的时候 然后你们应该要反省一下 我是否真的来自一个有属灵权兵的使徒 他要这帮哥罗普多教会的人 来思想 究竟我是否有这个属灵权兵 保罗带着这个立场 去到哥罗普多教会里面 他想哥罗普多教会的 突然间会明白一件事 如果我的教导不是来自 耶稣基督的权兵的时候 你们不会有改变的 你们生命不会有转化的 所以他给这帮哥罗普多教会的 弟兄姊妹明白一件事 就是说 如果你们是不会改变的时候 你们的结局是很严重的 我相信保罗去到哥罗普多教会 一定是将一些不信的人 是要驱逐出教会 所以今天这帮哥罗普多的信徒 他们要反省 耶稣基督究竟在他们生命里面 有没有一个作为 有没有一个改变的大能 活在他们身上 保罗盼望这帮哥罗普多教会的信徒 让他们想一下 咦 我们从前软弱的 从前我们是受希罗文化影响的 今天我们接受了些什么 我们的属灵光景是怎样 我们怎样可以真的从软弱当中 真的借着基督的大能 我们带来一个生命的改变 如果这帮信徒真的有生命的改变的时候 保罗这个属领的拳兵 就显出真是来自耶稣基督了 保罗强调 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是不软弱的 这就是我们所信的福音的大能的意思 当耶稣基督的福活大能临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就有这个转化 就正如保罗在第四节怎样说 他说耶稣基督因为软弱 他成为软弱 他选择成为软弱 被这一帮犹太人来盯死他 所以他在十字架上被盯死 但是他是神的大能 叫他活着胜过死亡的权兵 我们每一个都是软弱的人 但是我们却是可以靠着 耶稣基督的得性的大能 可以胜过一切的软弱 我们生命能够经历这个更生改变 我记得在这里分享一个例子 在我们教会每年都有感恩节的时候 有一个感恩见证分享会 邀请我们的弟兄姊妹在当年里面 其实他们经历了什么生命的转化 他们就可以来安排做这个见证 最近我们有一个弟兄姊妹 他生命也经历了很多的历练 他早几年患了大肠癌 他接受了手术 成功撤除了大部分的肠 当然没有了大部分的肠 就变成了一个直肠直肚的人 所以生活有很多适应 完成了手术之后有六个月的化疗 化疗完之后以为自己健康 然后在2020年底 发现自己的癌症转移到肝 于是乎又很快安排了去City of Hope做手术 把肝肿瘤拿走 但在接受手术之前 就中了新冠肺炎病毒 我们要等很逼切 我们也逼切为他祈祷 好了 新冠疫症康复了之后 他就很快接受手术 撤除肿瘤 但是现在的治疗 通常我们叫做Proactive 就是多走几步 就是说 为免你做了这个手术之后 你会继续有癌症在你身体里面 所以他要继续做一些化疗 他要连续接受12次的化疗 他这个化疗很复杂 他除了每两个星期就要去医院做化疗 吊针几个小时 不但如此 他还要背着一块肌肌回家 那块肌肌要背在身22个小时 他的胸口有一个噪口 那肌肌会按时点滴药进他的身体里面 其实这些都是化疗药 令到他很大压力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他的做口脱了 或者一些药漏漏了 他要立即叫医院的人来特别处理 因为这个药的毒性是很强的 他那二十多个小时 可能在家里要硬硬 他在家里不动 连粮也不能冲 睡觉也睡得不好 他做完第一次化疗之后 已经非常抑郁了 他说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捱卖鱼 那十几次 但是感谢主 他最终完成了十二次化疗 他分享见证的时候 他不断地来到感谢主 我相信他真的有一个很大的信心 因此 但是不幸地我最近又收到消息 他又再发现有癌症的肿瘤 其实真的很不容易 我们人生 你想想我们 经常说我们的身体 其实好像一个臭皮囊 其实你没有什么可以去控制 我们在这个电影身上 看到其实他的信心很大 我们也是软弱的 就像保罗所说 如果不是有耶稣基督的大能 来保护我们 支援我们 其实我们没有那个能力去经过 上帝不会允许天色常蓝 花香常曼 我们诗歌也有得唱 但是他允许有足够的恩典 赐给我们有力量 胜过这些挑战 所以第一个对弟兄姐妹发出的问题就是 我们反省一下 在第一个段落里面 保罗告诉我们 基督的大能在我们身上彰显 神今年在你身上 有没有彰显到他的大能呢 很多时候我会常常想 就是在我们信主里面 有时候我们信了主很多年 信了主很多年 我们可能都是习惯性 很多事情都会很惯性 但是我们忘记了 我们当初如何让上帝来改变 所以很多时候都会鼓励 弟兄姐妹去回顺住那一刻 时刻思想回顺住那一刻 你的感受 你的经历是怎样的 在那里你可以重拾上帝如何改变你的生命 你在那里可以重拾上帝的大能 如何彰显在你们身上 所以这是我们在保罗这一段经文里面 第一个段落里面 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可以思想 神今年在你身上 有没有彰显有什么大能呢 保罗他这样跟这一班高林多教会 来挑战他们 保罗进一步 盼望 其实他所说的 你们要想一下 你们有没有经历上帝的大能 我们要去查验自己 去试验自己的生命 所以第二个重点很重要 就是我们要去学习 去试验自己的信心 去试验我们自己 在五至十节 保罗给我们看这个重点 我们要试验信心 我们要试验我们自己 在这里邀请弟兄姐妹 跟我再次读五至十节 预备起 你们总要自己 省察有信心 没有 也要自己试验 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 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 我却盼望你们晓得 我们不是可弃绝的人 我们求神 叫你们一件恶事都不做 这不是要显明 我们是蒙月立的 是要你们行事端正 任凭人看 我们是被弃绝的吧 第八节 我们凡事不能敌党真理 只能辅助真理 即使我们软弱 你们肝强 我们也欢喜 并且我们所求的 就是你们作完全人 所以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把这话写给你们 好叫我见你们的时候 不用照主所给我的 权柄 严厉地待你们 这权柄 原是为造就人 并不是为败坏人 由于哥林多教会信徒对保罗权柄的质疑 保罗挑战 哥林多的信徒 你们要想一想 省察你们内在的生命 测验一下你里面有没有足够的信心 测验自己的信仰 是不是真实 第五节 那里提到 他说 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 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们经得起考验的话 那就证明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 我们可以看看新汉语圣经译本 第五节 这个是新汉语的翻译 他说到 你们要测验自己是否在信仰中生活 就是持守着信仰的意思 你们要考验自己 难道你们不知道耶稣基督是在你们里面吗 除非你们经不起考验 我盼望你们知道我们并不是经不起考验 就是说很重要的一件事 不可弃绝 就是说我们是经不起考验的信徒 保罗在这里想要强调 我们作为信徒要省察自己的内心 试验自己的信仰光景 倘若信徒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之后 基督的福活的大能 就会改变我们 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生命和以前不一样 我们的生命会更加有信心 例如这群信徒会被光照 他们犯罪的时候会悔改 他们有能力做对的事 而且是乐意行善 那么多教会里面的信徒的软弱 是他们无法去测验自己内在的生命 以至于他们无法去分辨 究竟他这些教导 保罗的教导是来自耶稣基督 还是那些假教师的教导是真实的 所以这就是他们很大的问题 带给他们属灵群体很大的影响 但保罗说 倘若我们的信仰真实的话 基督的大能会贯穿我们的生命 使我们能够信服主的教导 被圣灵来到光照 而且愿意做行善 和成为一个完全人 所以保罗在这几节里面 去解释自己的立场 每一个信徒都应该要去 检视自己的内心 检视自己的信仰 检视自己有没有因为耶稣基督 带来一个改变 保罗他所说的 今天成为我们的鼓励和提醒 就是要测验自己信仰的光景 试验自己的信心 试验自己的信仰 能不能够胜过 试探和罪恶 所以保罗的逻辑是很清楚的 他一开始挑战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如果我所说的是真实证明 我所说的是来自耶稣基督的权兵 你生命有改变 既然你有生命有改变 你要尽心去反省自己的信仰 试验自己里面信仰的光景 有没有信心 有没有成长 有没有对罪厌惑 有没有追求成长 同样我弟兄姊妹过去一段时间 我们想回信仰的光景的时候 如果你觉得不满意 我看你感恩 但是如果你在里面有不愿意的地方的时候 我们要在上帝面前有勇气 面对自己里面的属灵的光景 有时可能我们的软弱会是小信 我们的信心不足 可以说我们会有反罪 也都是由疏懒 不愿意学习成长 又或者不愿意进度服侍当中 我们的软弱也很可能出现在 和弟兄姊妹的关系上 这一切种种的软弱 我们都需要去测验和去省察 这段经文是特别提醒我们 省察今年自己的属灵的光景 我们对主有没有足够的信服 我们有没有得罪主 有没有得罪人 而不愿意悔改呢 但愿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都帮助我们每一个能够在软弱当中被建造 变得更加刚强 因为我们每一个都领受了宝贵的耶稣基督 在我们生命里面 圣灵帮助我们 扶持我们 早前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姐妹 她有些困扰的事来找我 她说王全道我需要和你谈谈一下 因为她觉得她做错了一个选择 要凝聚悔改 她发生什么事呢 很有趣的经历 这个姐妹说她最近有皮肤敏感的问题 在她的同事当中介绍了她去看一个所谓的中医 中医就介绍她买了的仪器 那个仪器放在家里 有些水 有些电 她可以改变空气的质素 令她健康 她说医生就说不用亲自见她的 每一天告诉她那些水的状态是怎样的 就可以治疗她了 她越来越觉得 这个医生所谓的医治的手法很有问题 甚至晚上会打电话给她问候她 令她很不舒服 到有机会去见医生 真的有面疹的时候 也很有趣的 医生用一些很奇怪的方法 就是用两条线 接驳她的身体 又去到一些水里来测试 就说只看水的变化 就知道她里面身体的状况是怎样的 后来发觉这个所谓的中医 就是一些一贯道里面的一些医生 她的经历就说越来越觉得不妥了 她觉得不妥是好的 因为是里面的圣灵提醒她的 就是我们每一个信徒主义的人 我们里面都有圣灵 圣灵内住有一个很重要的感觉 就是提升我们的敏感度 让我们知道有些东西是不妥的 有些东西是错的 于是她来跟我说 她觉得很有问题 然后她给了那个水的测试机 我还没有空去检查这些什么 不过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我以前读science 我以前读理科 所以我也会希望研究一下 究竟是什么家伙 但是我们想起 其实信仰历程当中 其实这些挑战 是时不时在我们身边出现的了 例如可能你没有了一个工作 你就可能会很想有一种很强烈的焦虑 以及压力 你很想找回一个工作 又或者我们有身体健康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有很焦虑 很有一个吹逼 很想自己健康和康复 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挑战 就是我们有时在信仰的历程当中 就是因为生活 我们的生命经历这些事的时候 会给我们一种信心软弱 我们没有办法去追求上帝对我们的帮助 我们会用自己人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我们为自己的问题 负上责任去解决是应该的 对吗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跌入陷阱里面 魔鬼是会很聪明 他会用一些你很想得到的东西 或者你很想 譬如这个姐妹很想得到健康 对吗 很想康复 他用这东西来试探他 以至到他跌入了一个陷阱当中 甚至乎他错去了一些其他宗教来解决这个问题 叫我们会跌倒 又或者早前我也听到 有些情况就是疫情之后 很多的餐厅 他们再请不到工人开工 原因是原来 我后来问一些人才知道 原来这些餐馆的工人在疫情期间 他们被固主辞退了 但是却是有很多大麻种植牆 雇用了他们去采责那些大麻 因为人工很吸引 如果小的种植牆是200元美金一日 如果大的那些 可能是400元一日的工资 如果你是失去了工作的信徒 你会不会为了生计而妥协呢 我们也遇过一些这样的朋友 因为我们圣家谷罗善基督教会语语堂 我们语语堂 都是同时4月份开办了启发课程的 我们最主要是粤语堂做启发课程 我们其他堂会 即是国语堂 以及我们的枫胜之家 我们的植堂 他们是做幸福小组的 粤语堂是比较hybrid模式的 我们上半年做启发课程 下半年就做幸福小组 混合模式 我们接触有些朋友 他们说 哎呀我觉得这个福音真的很好 我想接受 但你再问他做些什么呢 他就跑去执大麻 所以你会发觉 当然他是未完全信 信与未信之间 他未必完全明白一些 圣经的真理和教导 对于我们来说 其实食大麻虽然在 我不知道最新是怎样 之前加州是合法 但联邦政府的层面是不合法 但我不知道现在是否最新是这样 我会查 不过 为什么我们会对 提外话 食大麻有这个问题 有很多人就觉得是recreational drugs 就是说 给你娱乐而已 减压而已 或者有医疗用途而已 如果我们撇开医疗用途 这个是另作解释 但我在香港是做社工的 我做的是一些比原青少年 我们听到有些青少年 他们吃一次大麻有brain damage 带给他们很大的伤害 所以为什么一直禁止是有一个原因 他有大肥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疫情当中 都接触到这些朋友 所以给我们一个挑战 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事发生 但很多事发生当中 你能否看到你自己在里面 有没有依靠上帝 还有寻求上帝对你的指示和帮助呢 或者我们跟大英姊妹有矛盾出现 我们会不会将不满不开心藏在心里面 不愿意去原谅人呢 这个真的是我们要靠很多上帝的恩典 我们才能够去胜过这些事业 或者我们在今年的信仰里面 我们有没有疏懒的地方 我们会不会没有读经的习惯 没有了灵修的习惯 我们的软弱在哪里呢 这个就是保罗在今天的信息当中 对我们发出一个很大的挑战 保罗是他自己说的什么 对不起 这是刚才的经文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 十二章十节 他自己的分享 他说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 我什么时候就软强 所以保罗他自己也说他是一个软弱的人 他是一个非常伟身的师徒 但他仍然说自己是软弱 所以当我们每一个都看到自己是软弱的时候 我们才更加懂得追求上帝给我们的能力 保罗他所说的第九节 成为我们今天很重要的一个鼓励 或者是可以说我相信是每一个目者 都对信徒一个期待 就是盼望我们每一个都经历 上帝在我们生命那种的大能 所以我们第二个部分 我们有一个反省一下 我们要察验一下自己的信心 试验一下自己 看看我们里面内在生命信仰的光景是怎么样 有没有信心圆弱的时候 有没有跌倒犯罪的时间 有没有被试探所激倒 有没有接受偏离真理的教导 我们的品格是怎么样 我们有没有提升 还是经常在原理当中 弟兄姊妹 我们当说到保罗他紧张那些 就是江林多教会的信徒 如何对罪的包容 还有如何接受了那些超级使徒的错误教导 其实今天我们的资讯是很流通的 大家要留意一件事 其实这个东方闪电教 其实他在网站上 他有很多网站是做得很适合的 我们很容易会去网站看他的文章 所以我们现在一些异端和邪说 其实他仍然存在 他仍然存在 只不过他在粤语的群体里面没有那么多 但是他可能在国语的群体里面有 时不时我们教会都会有些人走进来 例如我们教会崇拜 然后就拍照 到处拍照 不知道他做些什么 然后跟我们的电影节目交朋友 我们也遇到这些 所以就不要觉得稀奇 那时候在香港有一个雷牧师 他可能服侍很孤单 他竟然跟着信东方闪电教 是牧师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真实的情况 所以我们信徒很重要的一件事 如果你越自满自信 觉得自己信仰光景很棒的时候 那个就是你危机 就是亮着红灯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都要时刻直跟在我们的上帝里面 所以保罗很紧张 要加勒多教会的信徒 说你们要想想 要反省自己的信仰 所以这个都成为我们今天一个重要的提醒 在一连串一些思想的问题当中的时候 主要是我们时刻想我们自己的信仰里面 是什么样的光景 我也希望我们今年还有下半年的时间 我们要努力 不知道弟兄姊妹今年有没有写立元 有没有写新年纪念 有的 或者举手 不敢举手 不要紧 不要紧 你自己知道 你今年有没有写新年纪念 你回去看看 看看你写了什么 其中有没有和信仰有关的 我鼓励你继续努力去执行 其实我们在未来的日子当中 可以真的靠着耶稣基督成为一个更加完全的人 所以第三个重点就是 保罗告诉我们 你要检视自己的内心 尽到最后要靠着耶稣基督成为一个完全的人 要靠着耶稣基督成为一个完全的人 在最后这个十一到十四节里面 我邀请弟兄姊妹和我一起读最后那几节 《患有没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作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 《患有没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作完全人,要作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 《患有此,仁爱和和睦神,必尚与你们同在,你们亲嘴问安,彼此无要圣结》 《中星徒都问你们安,愿主耶稣基督的,因为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尚与你们众人同在》 最后这个段落里面 保罗当然要再做一些鼓励的工作 他就说 《患有没了的话,你们要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做完全人》 并且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 这是最后一个很重要的劝勉 他提醒,你们这班哥伦多教会信徒,你们要喜乐 你们要做完全人,你们要彼此鼓励 以及要接受这个劝勉,你们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 这所有五样东西都是一个吩咐命令式 就是说 这班哥伦多教会信徒 你们要朝着这个目标,来靠主,来完成 就是要做到这个地步 其中很重要的一件事 要做完全人 要做完全人 这个英文叫Aim for full restoration 就是说我们每一个都要靠着耶稣基督 完全被恢复,有能力做对的事 有能力在教会里面发挥应有的功能 在第十二节里面,彼此无要圣结 这个完全人和彼此无要圣结 我想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其他都很重要的,不过我想重点提起这两件事 彼此无要圣结在原文里面 其实是没有这句说话的 原文里面 只有这句说话就是 你们要用圣结的吻彼此问候 所以这里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我们要知道保罗的教导 很重要的重点是什么 要做完全人 因为他说完完全人之后 你就要受安华 要同心合义,要彼此黄目 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 如果在一个教会里面 如果我们每一个都被恢复 我们每一个都有能力做对的事 你说多美好 我们一定更加有能力去喜乐 以及跟其他弟兄姊妹 建立一个黄目的关系 所以这一段经文 是成为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被提醒 我相信每个人 他去做这个属灵的成长是不一样的 我相信你会在耶稣基督里面有方法 只要你认定一个目标 举个例子 如果你今年 你希望自己 你可能觉得自己的个性 都是未必那么容易喜乐的 你可能很平淡的 你可以求主 你可以求主说下半年 主下给我经历更多的喜乐 让我能够懂得开心 懂得更加喜乐 因为有时我在接触的 弟兄姊妹当中 很多弟兄姊妹 不知道是否生活的烦恼 或者最近多了病痛 她们不是很开心的 很多事情都想得很负面 甚至乎有时分享一些近况的时候 她可以列出十样的东西 来说星期一 报税不行 做电子报税不成功 星期二 她的猫又病了 要大意去看医生 星期三 就有脚痛 星期四 就要去报税 再报税 她生命里看到很多东西都很消极 很负面 所以有时这些弟兄姊妹 祈祷主给她经历更多喜乐 又或者你觉得 今年我是很难做到 可能过去到现在 你可能觉得 我很难去原谅人 很多时候心里放在那里 你可以祈祷主 下半年主 给你一个能力 来原谅人 要求人 放下一些成见 有时我是看我们教会 今年是我第十二个年头 在那里服侍 其实有时看到很多 从前的弟兄姊妹的关系很好 但到最后可能一言不合 只是一句说话 大家就没有了弟兄姊妹的关系 其实很可惜 也很难过 我自己经常都面对这些挑战 因为 如果你时刻都想说 这个是神一家 这些是你的弟兄姊妹的时候 你就要想 你对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 你会不会和自己的家人一样 我经常都想 因为我现在是和弟弟的家庭一起住 有我的弟父 有侄女 有时我会觉得 我对我弟弟 可能会很宽容 但对其他亲人 可能他一句说话 令我不开心 可能我就记起心 但我常常都会反省 我能否对我弟弟那种包容 因为他真的是我亲人 对吗 有同样的包容 对我一起同住的家人 这也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 所以鼓励弟兄姊妹 我们今年有一个很重要的实践 希望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件事 是你觉得你过去是熟练生命里面 不能够完全做得好 就像这个完全人 我们没有被恢复 我们还是软弱 没有能力去做 我们就朝着这个目标 祈求主给我们 是有能力去做 如果你有参加我们联会熟灵操练的课程 其实很好的 它有一个叫做daily examen 就是每天去检视自己的灵命 其实它很简单 你只是想一分钱 你只需要十分钟 在你未睡觉之前 想一想 思想一下 只需要十分钟 主要今天做了什么呢 主要今天做了什么 是不合理心意的呢 或者不合自己的心意 因为我们自己里面有一个良知 也提醒我们自己 有什么做得好 有什么做得不好 那么 你明白了 如果有需要认罪 你就认罪悔改 第二个步骤很重要 就是求恩典 求恩典 主要今天 我对人说话 粗路了一点 没有礼貌 求主让我明天有恩典 对人说话有恩慈 所以每天有十分钟的反省 其实已经很有帮助 有一段时间 我读熟灵充演的课程的时候 就是要执行这件事 我觉得很有帮助 第一 第一件事你经历到的是 有平安 你心里有平安 因为你把一些垃圾 生命里难阻你成长 对你不好 不健康 对别人不好 不健康的东西 拿走 第一件事一定会经历到平安 第二 你会睡得好些 在日常当中 有很多大英子们告诉我 是睡得不好的 所以我们开始有少少的操练十分钟 可能你就可以 慢慢在那里建立你自己 更加亲近上帝 好 最后 刚才说了很久 我们也祈求主加能次力 使我们成为一个完全人 有能力做对事 有能力做好事 希望今天我们所分享 我们有几个重点 都成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帮助和提醒 我们要思想 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那个权柄 在我们身上做了什么工作 第二 测验自己的信心 测验中自己的信仰的光景 第三 靠着耶稣基督 成为一个完全的人 教着基督成为完全 我在这里有一个祷告 这个祷告就是 我就用一个清教徒的祷告 来结束我们的讲道的时间 这个经文 我就带领大家一起来 用这个祷告来结束 以至我们将我们对天父的学求 透过这个祷告来献上 我们一起来到有祷告 奥主我救主求你帮助我 我们学习很慢 而且很容易忘记 因为软弱而难以攀爬 当我应该努力去到高处的时候 我却是好像仍然停留在山脚之下 我围着自己无情的心 贫乏的爱 在这个天父努力情当中 我有懒惰 我的良心被颠污 我会浪费我的时间 我没有善用机会 而感到痛苦难过和懊悔 虽然真光在四围照耀我 但我仍然是黑眼 还未看到 主要帮助我 脱去眼中的眼睛上的鳞片 粉碎我的不顺邪恶的心 帮助我认识你 默想你 刑事你 好像玛尼亚一样坐在你的脚下 成为我最大的喜乐 又好像若汉一样 倚靠在你的胸膛上面 好像彼得一样 渴求你的爱和接立 又好像宝来一样 将所有的事情视作为困土 在恩典当中 我们求主你赐给我们更多的掌进和进步 使我的近品格 被栽种成长 使我更加有力 到目标而奋进 我的生命更加被提升 我对你的前景更加热切 我的热情更加坚定 虽然我在世界上有一个位置 但不要让这个世界成为我心中的位置 愿我永远不要在受造物当中 尋求只有在造物主身上 才能够找到的一切 不要叫我对你的信止息 直到我在你里面 找到这份相信为止 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 求你降伏我 我的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使我可以过得性的生活 并且直到我见你面 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 阿末 愿大英姊妹都领受这个信息 成为你的祝福 我将时间交给主席 关注你 请大家关注